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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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Walter 歡迎回到想科學 我今天來教大家如何製作 輕氧化銅 輕氧化銅是一個日常生活中 偶爾可以見到的一個化學物質 它通常會利用到農業上的消毒劑 或是一些顏料的色彩等等 但這兩個對我來說 都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地方 而我對這個化學物比較有興趣的是 它可以來製作 Sweiser's Reagent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試劑 我會在下一支影片 來教大家這個試劑的用法 那我們來開始製作輕氧化銅吧 這次我們所需要準備的實驗道 具有16克的無水硫酸桶 或是25克的含水硫酸桶 8克的輕氧化鈉跟水 這些試劑都可以在化學原料行中取得 首先我們在燒杯中放入100毫升的水跟磁石攪拌 接著倒入8克的輕氧化鈉 持續攪拌至它完全溶解為止 攪拌途中它會變成霧霧的 再持續攪拌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會變成透明成金的液體 就可以放到旁邊備用了 接著我們準備250毫升的水 接著我們準備250毫升的水 在攪拌的狀態下 我們加入16克的無水硫酸桶 當加入的時候它會是藍藍霧霧的 但是我們持續攪拌它 是完全澄清變成藍色的透明液體為級 當硫酸桶完全溶解之後 接著就可以加入剛才所配置的 輕氧化鈉水溶液 當輕氧化鈉水溶液一加入的時候 就會產生大量的沉澱出來 這裡當硫酸桶碰到輕氧化鈉的時候 會產生輕氧化鈉跟硫酸鈉 而輕氧化鈉的部分是不容易水的 所以會有大量的沉澱出來 接著使用抽氣過濾來取得固體 首先我們先用水來潤洗濾紙 讓濾紙貼合的比較好 然後將燒杯中的混合液倒入 接著用水來潤洗杯中的固體 再將固體倒入 然後用少許的水來清洗一下固體 清洗完成之後 發現是一個偏綠色的固體產物 而輕氧化鈉應該會是淡藍色的 代表裡面含有大量的雜質 所以這樣的製作方法 可能不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因此我在網路上查詢其他的製作方法 來製作輕氧化鈉 那我們換個方法來做做看 這次我們一樣配置了硫酸酮容易 接著倒入25毫升的濃氨水 接著你會看到大量的沉澱出來 因為硫酸酮碰到氨水 會形成輕氧化鈉跟硫酸氨 這時候我們再繼續加入過量的氨水的話 你會發現容易會漸漸的開始溶解 變成成輕氧 因為輕氧化鈉碰到氨水的時候 會進一步的反應形成 輕氧化濕氨二水合同的錯合物 這個東西是會溶於水中的 也就是我們下一部影片會介紹的 Sweiser's Reagate 也就是我們中文所稱的同氨溶液 但是現在這個溶液裡面 含有大量的硫酸跟離子 所以一般而言 我們不會這樣直接拿來用 當氨水加入至溶液的固體 完全溶解之後 就可以停止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再加入輕氧化鈉水溶液 當氨液倒入之後 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輕氧化孔沉澱出來 接著 我們一樣使用抽氣過濾來取得固體 並且使用少許的水來潤洗燒杯 接著我們持續用水來清洗固體 最後我們使用花掃稍微攤平一下固體之後 最後我們使用花掃稍微攤平一下固體之後 我們使用丙銅來清洗一下固體 這個目的是要將固體中的水分給帶離 而丙銅是一個高揮發性的有機溶液 當我們清洗完固體之後 就可以將固體放到一個地方自然風乾即可 經過一段時間的乾燥之後 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漂亮淡藍色固體的 輕氧化銅就這樣完成了 就明第二種方法所製作的輕氧化銅 會比第一種方法來製作的好 而我會將這個輕氧化銅利用到下一支影片來使用 讓我們來敬請期待吧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並追蹤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IG、Facebook 記得follow一下喔 那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